持续关心八仙承报意外 受害者与烧烫伤全力搏斗 最辛苦的就是不眠不休的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兵临过劳 有医师组成后援团自愿北上支援 而卫福部拟定透过医疗应变中心机制 协调媒合支援人力 医师真的累坏了 趁着医护人员帮忙病患换药的空档 连衣服都没脱 直接摊在办公桌上 而据了解这位是桃源医院的整形外科齿医师 为了照顾八仙承报伤者 每天都守在加护病房 至今没有回家 照片被民众上传之后分享讨论 许多网友看了纷纷表示不舍 还有网友感动的说 辛苦了 谢谢你们对伤者的付出 也请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八仙意外 医护人员不眠不休 但人不是机器 面对每天超过12小时的反重工作 其实已经兵临过劳 目前我们手上至少有两家医院提出来 他们觉得他们可以 如果能够有国外的 专业的人员来协助 他们对他们会有帮助 除了海外医师愿意加入咨询团队 也有网友成立八仙承报 医护人员后援团 号召保姆教师等社会大众 希望帮助老累的医师们 简决生活所需 降低负担 为福部方面 拟定透过医疗应变中心机制 统计全台共有910位医疗支援人力 包括医生55名 护理人员795位 以及其他各类人员60位 随时准备投入支援异线战场 对于那些收治病患比较多的医院 他的医护的状况 有没有被好好的调度 有没有被好好运用 希望说我们医院实际报出来 他需要支援的人力 跟他实际基层的感受 能够让这个落差能够降到最低 因应烧烫伤患者清创直皮需求 首批大体皮肤昨天自美国入关 卫福部表示 已经采购三批 共计24万平方公分的大体皮肤 计划周日进行开会 决定分配规则 尽快送入全台各地医院使用 新台电视林家卫生没通 台湾台北报道 失败 � Decor 决定分配型 决定分配型 决定分配型